天热不想吃饭,就来一碗这个凉面 特别的开胃,天天吃都不腻 锅里凉油放入花生米,开小火炒至 把花生米炒至颜色变身,在锅里晾凉 一小把大蒜拍扁切碎 把香菜切成香菜碎 准备一个汤碗放入蒜末,熟芝麻和辣椒面 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再加入两勺生抽,一勺香醋 一小勺生盐,白糖和鸡精 用筷子把调料搅拌融化 锅里水开,下入面条 然后把面条快速的搅散 面条煮至九成熟的时候,捞出来锅下凉水 锅凉水的面条,控干水分放入烫碗里 加入黄瓜丝和胡萝卜丝 上面再放入切好的香菜 最后把炒熟的花生米也放进来 搅拌均匀 这样一碗简单又美味的凉面就做好了 这次爽口又开胃 天气热不想做饭的朋友 就来做这个,解冰中就可以搞定了凉面 感谢大家的支持,下期见 谢谢大家